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华人银行国泰银行的控股公司 国泰曼通金控公司的全体董事和嘉宾 日前在统事会主席郑家发先生的订阅下 敲响了纳斯特克的开市中 郑家发先生表示 国泰银行创办至今已经有55年 亦都是在纳斯特克市场上市的第27年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国泰银行公司业绩迅速发展 从一开始的一间分行到现在的59间 网络遍及美国9个州份 同香港、上海以及台北等地 公司的总资产在去年年底 已经超过了145亿美元 国泰曼通金控公司1990年 在纳斯特克市场上市 入选标普Mitcap 400主要成分股之一 凭借着最近连续两年的优异表现 国泰银行被福布斯 集资评为美国百佳银行的前20位 今年公司继续拓展版图 完成第十次的拼购 未来仍然将会专注在美国的华裔社区 并且服务中美企业和投资者的金融需求 天哪卫视编辑报道